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你倒是快说呀 怎么回事啊 叫死我了 我不敢说 是个噩梦 我看到我们的老祖宗了 他们很生气 老祖宗说 如果我们这段婚姻 继续下去的话 老祖宗就一定活不成了 你再胡说八道 什么噩梦不噩梦的 蠢丫头 可是老祖宗说 如果这件事不马上解决的话 他们就要把灭顶之灾 降到我们家里 他告诉我 一共有三个不想遇到 第一个 他在天余的背后 画了一个黑字 这个字会使天余的肉烂掉 就像他老爷爷的脸 死前被烂掉一样啊 就像他老爷爷的脸 我看了一样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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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兄弟和姨姨 我看了一样的脸 就像兄弟和姨姨 接着老祖宗又摸了 摸了我的嘴 老祖宗说 如果我不离开这里 我的牙就会掉得一个不胜 可是 我怎么能够离开 这个幸福的婚姻呢 我身是皇家的人 死是皇家的鬼呀 老祖宗还说 这个姑娘才是天余真正的老婆 她肚子里已经坏了天余的儿子了 是真的呀 这是老祖宗精心安排的 她已经将天余的种子 终在她的肚子里 你看 就要瓜熟地落了 阿皮 过来 过来 快点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问我没话 我问我 她不是你带手 就很慢了 帮我们的账户似的 徐奶奶 你为什么给我找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媳妇儿啊 啊 你说呀 你说呀 对不起皇太太 对不起我也是没有 好了好了 算了算了算了 你们都下去吧 都下去吧 你们都下去吧 你们都下去吧 喜客 其实没机会 alcoho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